警告10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接收地球大小事 在在上個禮拜上禮拜的這個 正經龍在正經龍鳳佩裡面吧我就就談到了 保加利亞對因為談到了波蘭跟保加利亞被俄羅斯給斷氣了 給斷氣了之後呢我就說呢波蘭的準備的比較比較久一點 那波羅地的波蘭的畢竟的在恆努爺拉一條的波羅地還管線了雖然 老實講了就俄羅斯的這時候之所以呢之所以提前給他斷氣了就就是我等你準備好的時候再來斷了那多沒意思啊 這不是錢的問題啊而是 而是好好得讓你吃點苦頭啊 所以我知道了到了今年底的時候呢你波蘭呢 嗯基本上呢就有就有有不依賴我呢俄羅斯天然氣的 小小條件啊當然俄羅斯天然氣還是還是便還是方便啦 不過呢就有對抗性了那我就提到斷 那除了波蘭之外還跟著保加利亞那講到保加利亞的時候呢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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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了就我我說我知道保加利亞可麻煩了保加利亞沒有像波蘭準備的這麼好 而且而且呢他在他他他離波蘭地亞比較遠 那土耳其這邊的又支援不到他把保加利亞的又不靠海 而我我我講到保加利亞不靠海的時候呢哎 我我腦子的時候飄飄一樣的但是反正滿的做做節目嘛而且我們都是這個live的節目你知道 你知道的呃震驚龍奉沛也好啦或者全球派對也好啊或者說是是這個呃呃龍行天下也好基本上面 我如果可以的話呢我就盡量做現場 那做現場跟錄音有什麼差別去錄音了如果我要花工夫一點我錄音錄音完之後再做一些的修修剪啊 那可以呢把這節目的剪得比較漂亮可是我覺得那個現場的互動感是無無可取代的齁所以我還是喜歡的做現場 好的飄過去飄過去之後呢 好事後呢當然就有就很多的這聽眾朋友呢就觀眾朋友就指教說哎 你那地理不行啊我我我對我地理很得意的因為我說過我那年考大學的時候呢全全台灣那年呢 那年的地理呢地理有九十分的 呃 四個還六個好那本人的舔為舔為其中之一啊那那本人的本人的地理科 呃是很好的 好不過不過呢講講的時候大概大概的聽眾朋友指教說你你保加利亞不靠海嗎 保加利亞靠黑海你不知道嗎 啊對啦我我講我我我腦袋裡面啊其實那時候就我腦袋裡面想的是 就是 我在我在講保加利亞的時候呢我腦袋裡面想的是呢摩達維亞 那他黑海黑海黑海周周圍的幾個國家了俄羅斯然後呢土耳其 烏克蘭 然後呢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呢在在在上頭一點的是羅馬尼亞好那這些呢都都是黑海邊上國家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呢 就是 就是 喬治亞 大陸翻作格魯奇亞吧 就是喬治亞 你那種翻譯啊你有時候會會覺得說以為以為這個新國家好因為兩岸 或者台灣的跟很多華人去的翻譯呢不太一樣 那現在的像是香港啦或者是新加坡啦 海外的華人呢現在大概普遍的都 在很多的很多的華人翻譯上面來講的普遍現在都採取了大陸的翻譯的標準 我過去也談過我就翻譯這種事情的可以當作呢 當作的兩岸的我不要說統一了我說我說整合 的第一步 那用用簡體反反體好吧這個呢太太太複雜就算了可是我覺得在很多的翻譯上面來講大家可以一致性 那大家呢在 在在讀在看的時候呢也比較不會產生誤解好那黑海邊上的就這個國家所以為什麼烏克蘭為什麼就說像是 喬治亞 那他會想要加入北約他都黑海黑海邊 黑海邊上了 那 喬治亞呢他是有靠海的 好 說明一下不過呢倒倒是呢這個就說呢 以前叫摩達維亞 現在叫做摩爾多瓦 那不管摩達維亞摩爾多瓦 他差一點點 他被了烏克蘭給卡住了之後呢他沒有靠海 他是一個內陸國 好了 過去的公公國了 其實這個這個這個國家現在大家 大家擔心了他可能會是下一個烏克蘭 因為一旦 一旦我估計啦就說呢 奧德薩戰役呢如果 如果開打的時候如果 奧德薩的開打 他就有可能會打到的 像 像是 像是馬里烏波那樣子就打到 打到昏天黑一個黑地啊打到的全城禁毀 但是 那那那為什麼一方面 馬里烏波是海港啊 那 奧德薩呢 也是海港 如果打 奧德薩就表示呢俄羅斯的吃了襯托鐵的心 第一個我要把你的烏克蘭變成是一個內陸國 那讓你呢讓你從此之後的不靠海 那 第二個呢 就就是 因為 因為 奧德薩本身的 跟馬里烏波的 相同的特性 雖然呢 所謂亞素營的大本營呢 在馬里烏波 可是呢 奧德薩的那種就反俄羅斯化的那種的那種那種的倾向的 也也也是呢 非常非常激烈的 因為他偏 偏烏克蘭的中西部啊 我說烏克蘭基本上面 他幾乎可以可以分裂成兩個國 假的烏東跟烏 烏西啊 清俄呢 跟跟跟這個就是說呢 烏克蘭主義呢 基本上面 是兩套的路數 那現在呢 烏克蘭的戰爭呢 不管了打的結果 如何 不管打的結果如何 我 很同情啊 就說 你要 你要這些不管在烏東烏西啊 烏克蘭人啊 跟俄羅斯人啊 以後 以後 以後怎麼怎麼見面 怎麼相相處啊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 苦大仇生啊 那這個 這仇劫大了 那 在烏東地區來講呢 俄羅斯裔啊 或者說呢 親俄羅斯的聲音呢 要強很多 之前我已經細細數過了 啊 從哈爾科夫啦 一路往南 那到 到到到克里米亞 這個大概呢 大概都是 百分之六六六十幾能到百分之九九十幾的這個親俄羅斯 或者使用俄羅斯語 但是在烏西地區來講的可能就是百分之二二三十百分之三三四十但就算是百分之二三十 你想在一個一個烏克蘭的完全掌控的城市裡面比如利沃夫大百分之二二十幾 是使用使用俄羅斯語的親俄羅斯的 那那百分之二十幾那現在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啊 那這場的戰爭結束之後你認為這百分之二十幾的就是說親俄羅斯的使用俄羅斯語的俄羅斯裔的人 他在這些城市裡面來講他會多麼的沒有安全感 你倒過來講的在烏東的這些的清清烏克蘭的 他又會多麼的沒有安全感 所以呢現在在在烏東烏西啊 俄羅斯這邊我我看到用我每天都會上RT的這個網站了 上上這俄羅斯的就是說呢這官官方電台的網站了去看一看他的這個國際新聞頻道去看一看 但是呢我當然也看很多的烏克蘭方面的頻道在俄羅斯的頻道上面來講的倒沒有這番訊息 可是在烏克蘭的頻道頻道上面的那種那種抓匪夷抓抓台姦抓漢姦的抓烏姦的那種那種訊息量就非常多而且而且非常的公開 這也是為為什麼呢你講到講到不不查啦這些這些地方的時候呢 他會被高度的懷疑啊就但是我所我的僅止說懷疑啊就說有一些的有一些的當地的居民啊 那看起來是被虐殺那個那個被虐殺啊但是呢 你看到的那些屍體似乎呢衣著呢又似乎還頗新鮮 他就懷疑說呢那是俄羅斯的部隊撤離之後 那進來呢所謂的抓烏姦啊 抓烏姦抓台姦 的的這個呢痛下殺手的結果 因為你看到越來越多的烏克蘭的訊息呢會顯示就說呢他們懷疑就說呢為什麼俄羅斯導彈呢這麼的精準 都都知道呢我們的我們新新進艙的這些彈藥裝備呢藏在哪哪里 那就被炸了 那這種的新聞訊息他反映兩個面向第一個就就說呢 烏軍的這些新裝備呢確實受到了一些的損傷好受到了就俄羅斯的這些導彈攻擊的 損傷 那這個等於是間接的證實 第二個就說呢烏軍的高度懷疑呢就說這些的 這些的城市裡面的有人去通風報信 因此呢他們就在放話警告就說呢如果再通風報信你就不要被我抓到 好在 在烏克蘭的戰場上面的所發生的這些事情比如說他把他把這個11個哈就說 反反對派他認為親俄羅斯的反反對派呢 那都都給這政黨的都給進了 那有一些反對派的領袖呢都被抓了 這個聽起來覺得不可思議啊就說 我在我在我在提提醒啊 提醒如果兩岸真的是有 有有到烏克蘭這一天 希望不會了 希望不會 我會很很努力的訴求和平 那個呢是我最核心的信仰 每件事情 我希望都能夠的訴求和平 但是如果真的有有那一天的時候呢希望不會呢像是烏克蘭這種情況 一樣啊 抓漢奸啊 抓抓抓 抓台奸啊 等等 好那這個 希望不會但是 你你你覺得烏克蘭的這場的這場的戰爭他不會的有有這樣的示範效效果嗎 那當然會 好那你說那這檔的戰戰爭的會打多久因為 現在已經 已經兩個多兩個月兩個多月的時間了 那已經六十幾天了 六十六幾天 現在的烏冬的大決戰呢 呃還沒有還沒有開始 呃大家都還在做一些的做一些的部署 但是你說是不是不會開始 我不敢說 雖然我我我我說上個禮拜呢開始出現一些的降溫的訊號 可是那些的降溫訊號是不是真的能夠降溫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判斷的點 就說呃英文講的check in point 那個那個非常重要的判斷點的就是了馬里烏波 馬里烏波在呃在亞述鋼鐵場底下的 這些不知道多少人 到底呢怎麼樣處理 呃昨天 昨天西方的媒體呢說呢已經有二十個平民撤離 那我我看到的俄羅斯的這個RT呢我通常看的是是30 後來的監長看的時候能是80 那換到已經有一些的平民跟一些的 傷患了 已經開開始呢在做在做撤離 OK那他就是個開始好所以所以他仍然在在在朝著一個 朝著一個一個降溫的方向走當然還沒有到一個 一個中中局的那個節呢還沒有打開 呃 裡面的裡面的 亞述營怎麼樣處理 亞述營的態度是什麼 以及裡面傳聞當中的大魚 那要怎麼樣處理我想這是現在的在所有的新聞當中的表面上面我們都看不見 就是因為因為這幾天的時間 在戰場當中的新聞 呃 有被冷卻的跡象那那種的冷卻呢就表示了有一些檯面下的動作呢正在進行當中 好所以我們看到的都是一些熱鬧好比如說昨天的兩位的女士呢到了烏克蘭 那一個呢 一個是呃台灣的好朋友 Perossi Perossi去烏克蘭了 啊 Perossi你看臺臺灣跟烏克蘭果然果然是一樣吧 你你你可以你可以繼續去想說說 臺灣怎麼會是烏克蘭的臺灣怎麼可能跟烏克蘭一樣 你看Perossi也不一樣 我如果不能來臺灣了我就去烏克蘭 當然一樣啊 就是我維持維持告訴你說 呃臺灣跟烏克蘭呢 並並不是 並不是 呃什麼什麼 一不一樣相似度呢 百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的問題 跟著那個相似度幾乎百分之百 那這種的戰爭會在烏克蘭發生 他就一定有可能會在台灣台海發生 那所有的這些呢都有可能 只要我們沒有警覺心 他就有可能在台灣被複製 好那 除了Perossi之之外呢 你看到的這安傑麗娜 這安傑麗娜求利 好那 安傑麗娜求利呢 也也到了 也到了這個 他他應該是在 靠靠近利沃夫的地方 那安傑麗娜求利 他他是他算是這個 聯合國難民總署的專員 當然呢過去大部分都是在 關注難民啦關關注在這個的 在西亞啦 北非的這些難民 但他也到了 到了烏克蘭 呃到烏克蘭呢 除了關注難民之外呢 順便呢 對呢 那那個很那個很帥的那個布萊德比 比特沒有來 當然不會來 他叫做布萊德比特嘛 他當然不會來 那那除了除了布萊德比特沒有來之外呢 安傑麗娜求利呢 順便的開他一槍 好那兩位兩位女士呢 到到烏克蘭的成為烏克蘭的昨天的新聞的熱點啊 那 其他的俄羅斯的這些的轟炸啦等等 你看俄羅斯他還是在為下個階段的戰戰爭做做準備 比如說呢他轟 他轟跑道 他轟這個 奧羅斯拉的跑跑道 那個精準的那個炸彈還還是蠻準的 基本上沒有藥商人的味道 但是會下個階段做 都準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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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